來自國際的這個最新的消息是 中國大陸跟日本的緊張關係僵持了快一個月 現在日本扣留大陸漁船船長的事件有了突破性的發展 因為日本納霸的檢查廳在今天宣布要釋放船長詹奇雄 而詹奇雄他所駕駛的漁船呢 是在這個月初跟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艦艇發生了碰撞 然後遭到了日方的拘捕 這個事件引發了兩國的關係緊張 而不曉得是不是在作為報復 大陸在23號的時候是以擅闖河北省的軍事區域錄影為由 拘留了4名的日本建築師 結果不到一天詹奇雄就被日本釋放了 這兩國之間的外交角力戰令人玩味